- 撞牆撞得好有感覺 - 沒錯沒錯沒錯 - 呵呵呵 - 對啊不然我 - 呵呵呵 - 該說什麼呢 - 呵呵呵 - 妳知道我剛剛賽前看了一下喔 - 那個 - 這個賭盤這次開的是道具賽會不會3比0 - 呵呵呵 - 那我看了90幾%都投會 - 呵呵 - 然後我一看不會 - 阿不要再羞辱他們了啦對不對 - 呵呵呵 - 喔沒有沒有羞辱啊 - 我投不會欸 - OK - 我投不會欸 - 整個說我們都這麼公平公正了對不對 - 我投不會 - 我覺得不會 - 我覺得UKFind有機會 - 剛才講秦毅就是到現在跑得非常的好 - 一直在鼓勵他們 - 呵呵呵 - 然後這裡有人被打下來 - 彩原默然第1 2名 - 喔這裡剎車砲台沒有吃到水球 - 沒錯 - 那這個跳台區很關鍵 - 看起來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穩穩的過去 - 那現選手後面吸了一個磁鐵跟著上來 - 喔彩原沒有上去耶 - 沒錯 - 這樣的話 - 看這個民視的部分 - 兩邊都是有機會的 - 這個時間點在拿第2圈剛開始的情況下 - UKFind的名次跟右上角小新圖看的距離 - 其實 喔還有機會喔 - 彩原的領先優勢齊 - 並沒有像以前來的那麼大 -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可能性 - 只是2 3名的優明跟炮男 - 但你得先想辦法過他們兩格 - 畢竟這張是有搖台的火彈 - 那前面的優明是被道具攻擊打下來了 - 現選手來到第三位 - 配合著揪師組有沒有機會讓他上不去 - 哇這個水球直接砸在了炮男的臉上 - 沒錯 - 現在第一名的彩原是手上握有黃金盾牌 - 而且是領先的將近三分之一圈的一個距離喔 - 哇那這樣的話只能祈禱看一下 - 我們的最後的一個跳台會不會有狀況 - 不過彩原手上是握有兩格 - 我剛好拿到一個第一名飛彈 - 兩個黃金盾牌能擋有一個 - 還有一個黃金盾牌 - 拿下來再安一個 - 再安一個 - 掉台區域 - 蒼蠅來了再吃一個 - 哇解飛碟這裡跳台滾過的話 - 可能就沒什麼機會了 - 錯第一名這個解盾牌先開掉了 - 怎麼他頭上的天使就沒有消失過了 - 太多還有一個 - 還有一個 - 再開一個情況下 - 我的天大魔王 - 而且看起來要7X了 - 我們這裡恭喜 - 最後醒吾行不行 - 再拿下一分 - 而且又是一個7X局 - 柴原再度拿到的第一名 - 導播狂喜 - 恭喜 - 恭喜醒吾這邊 - 柴原還是產下的第一名 - 從沒開始的七個未完成 - 對 非常誇張的表現 - 27分的MVP分數 - 看起來他又要準備 - 預定雙MVP級的表現 - 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等一下 - 第二張圖會選擇什麼 - 收集超過10次的MVP - 接下來例行賽的一個 - 進度有沒有 - 我們後期應該會有 - 目前累積MVP次數的 - 應該早就超過10個 - 雙個累積起來 - 他應該隨隨便便就超過10個 - 說不定 - 我覺得他毫無疑問 - 應該是本賽季最多的選手 - 應該是沒有任何 - 接下來應該是3X啦 - 都還蠻多了 - 兩位選手都累積很多 - 組隊技術跟組隊道具 - 都有一定實力的情況 - 就兩邊可以一起拿 - 兩邊可以一起拿 - 可以直接這樣子刷MVP次數 - 所以他昨天把MVP讓給炮男 - 多讓一次 - 多讓一次給炮男 - 讓自己MVP次數- 負1 - 那這樣子 - 我覺得真的是功德圓滿耶 - 是是是 -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第二張賽道他們會選出 - 什麼樣的地圖喔 - 有沒有發現我忽然間 - 力氣都沒了 - 礦商寶石開台場 - 有沒有在那邊選一個讓我們 - 精神為之一陣 - 然後眼睛為之一樣的賽道出來 - 會啦 表示他們也是蠻重視的 - 接下來每一場比賽 - 也不跟你再來開玩笑的 - 他們就是衝著要把對手玩瘋 - 面圖流瘋狂選下去 - 對 完全是沒有在讓的喔 - 對 - 那這裡準備開始喔 - 我相信他們的身體方程是同樣的 - 裁員領跑 - 然後後續的隊友各種掩護導亂 - 對 連續 - 剛剛是有連續兩次掉下去的情況 - 雖然還是拿到第一 - 不過采緣來看這場的領跑的表現了 - 喔這個煙放下去 - 上一場其實也是有這個煙的喔 - 而且造成對手很大 - 麻煩采緣出去 - 優民第二 - 隊友開始搞事了 - 采緣的位置 - 上一場比賽正在疊下去 - 但這次沒有 - 默然來到第二名 - 第三名的是現選手 - 哇他默然沒上去撞下來了 - 跌下去 - 默然一個攻擊 - 打了又劈下來 - 哇完全沒辦法移動啊 - 可是采緣選手身上的防禦型道具 - 好多好多不愧是四季喔 - 完全擋不住他的步伐 - 他已經要要領先了 - 剩下的人才剛過捷徑點 - 實現這個香蕉皮 - 喔好難躲喔 - 采緣放的 - 已經靠得很左邊了 - 結果還是躲不過去 - 自家人的沒辦法 - 對 - 放在那個點是基本上必踩中了 - 除非你有盾牌 - 一個雙吃 - 手上還有一個蒼蠅 - 他那個蒼蠅好像沒有 - 欸有放到人嗎 - 喔有放在現選手身上 - 喔有放在現選手身上 - 拿這裡摘一個雙吃 - 喔有一個外側 - 很安全 - 而且他其實只要在後面助攻就好啦 - 哇他其實只要在後面各種攻擊對手就好啦 - 你看現在優咪也開始轉飄 - 進飄射人 - 他們只要放著采緣跑就行了 - 采緣剛過第二圈 - 直接來到第三圈 - 其他人還在這個地方玩 - 完全看不到采緣在哪裡 - 頭上天使開起來 - 大魔王加打雷太爽了吧 - 直線這邊來到第二名的位置 - 哇很難受 - 雷打下來神醫手上 - 有沒有有 - 隊友有天使放下來 - 擋了一下 - 這個地方的領先優勢已經過於巨大了 - 這場比賽其實已經又變回了 -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會不會七差的局 - 後面已經開始在各種 - 狐殺 - 彼此再來再續 - 然後采緣就是單機模式 - 這個單機模式影響很大 - 現選手 - 采緣通過終點線 - 後續的選手 - 應該是百分百七差了 - 你看就連第二名的現選手 - 連那個上坡加速帶都還沒到啊 - 還要打雷轟在你臉上 - 太狠了 - 我們這裡恭喜 - 行不行不行 - 再下一層現在是2比0了 - 對 - 這是縱使 - 第一名之智進到季后賽 - 他們還是非常認真的在迎戰每一場賽道 - 就是王圖連選 - 王圖連選 - 沒有再客氣的 - 而且37分的MVP總分其實比上一局還高 - 今天其實彩原有一把66分的 - 我還印象蠻深刻的 - 好高喔 - 很誇張 - 我印象蠻深刻的 - 打情誼有一把 - 我記得是第一還第二把 - 所以有一把66分的 - 就是那個一出去發到水球 - 炸全部直接結束遊戲內 - 岩漿洞 - 對 一開始的岩漿洞 - 那整體的發揮 - 我相信應該毫無疑問 - 就是再度的預點MVP - 這個導播開心 - 真的只要改數字就好 - 岩漿洞好像是3S - 因為我忘記要看個人是哪一張的 - 出岩漿洞 - 黃金水球炸了一堆3S - 沒錯 - 對 然後一出去 - 那這個整體的結果 - 其實對他們而言真的是十分不錯 - 這個7分拿了下來 - 他們的總積分真的是越來越誇張 - 10分 - 54 - 7分 - 加下來來到61分 - 接下來是看能夠拿多少分 - 你知道NT明天就算11-0成功 - 也是55分 - 也是輸6分 - 也非常誇張 - 沒有創意的隊伍 - 當然啦 - 說你們的獅子伯兔很不錯啦 - 選一個童話復刻迷宮先進 - 跟上一場選的一模模一樣樣的情況下 - 看起來是完全不想給NUKFIGHT一點點機會 - 他們甚至想在今天就擊碎NUKFIGHT - 晉級紀錄賽的夢想 - 對啊 - 童話這個選圖 - 基本上他這個二三張選圖 - 就是跟他們之前很認真玩 - 還沒第一名進擊的一次 - 選出一樣的一個模式 - 表示他們是非常認真在對待每一場比賽 - 真的非常認真在對待每一場比賽 - 童話迷宮 - 復刻牌 - 那這裡出發 - 又是採員上到第一 - 那他們的身體方再一次 - 道具吃光光 - 整個NUKFIGHT四個人只吃到一個道具 - 但是這個道具 - 轟了三個人 - 對 - 拔到水球救世主丟的 - 打下去 - 幽冥衝上來 - 來到第二 - 現選手在第一 - 這場採員其實是被打下去的喔 - 有沒有機會NUKFIGHT在這個地方取得一勝 - 這一勝對他們來講至關重要 - 哇 被卡住採員 - 哇 這個非常的漂亮 - 我們的現選手是直接卡位 - 上到第一名位置 - 手上位有一個解飛 - 成益的冰球砸在了採員的臉上 - 很關鍵 - 好久不見的一個冰球 - 一打二 - 太懷念了吧 - 非常關鍵的一個冰球 - 這場比賽對NUKFIGHT而言 - 大有機會喔 - 第一名的現選手領先得很遠 - 第二名雖然是採員 - 但是他手上的攻擊道具夠不夠 - 哇 加速撞在了鏡子低 - 兩格都撞到 - 不過採員是比較後面撞到那一個 - 第一名還是我們的神力 - 自爆水球 - 開始天使 - 天使 - 有 炸到人了 - 非常漂亮的combo - 不過採員是沒有拉回來 - 可是在一二名的部分 - 採員又補上第一名的位置 - 好快啊 - 完了 - 一開始的大優勢 - 現在當然無存了 - 而且 - 這邊有沒有機會呢 - 可是手上是沒有任何的道具的 - 而且還被隊友吸吃點 - 哇 - 隊友吸吃點還擋住他的路 - 哇 - 哇好可惜 - 打下來 - 剛好吃這個盾牌 - 採員再吃個加速 - 手上一根香蕉皮 - 拿下來以後再吃個 - 怎麼又是一根香蕉 - 幽敏的冰球 - 幽敏的冰球 - 幽敏的冰球 - 給致命一擊啊 - 剛剛砸我一顆 - 這一顆就是我還給你的 - 而且砸的正好就是 - 剛剛砸他們冰球的神意啊 - 這個報仇不是不報時候味道 - 採員再度的 - 第一名也宣告醒無行不行 - 在主隊道具賽中 - 也是無情的3比0 - TNUK5的大光頭 - 對 - 請無這邊是道具去連選這個 - 面圖 - 這一張是打得你來我往 - 那很可惜 - 還是差最後一點點的一個 - 機會 - 幾次的關鍵的冰球都非常的漂亮 - 採員這邊的復原速度還是比較快哦 - 對 整體的發揮 - 真的是一流強隊該有的水準 - 就算是陷入劣勢 - 但是也有辦法抓到對方的 - 任何一點失誤的機會 - 來逆轉自己的腿勢 - 這種完全不給對手 - 請來